綜藝節目最佳主持人 得獎的是 黃子佳 露露 黃露子宜 謝謝大家 好 好 冷靜冷靜 我沒有 我原來拿獎是這個感覺 好好 謝謝 我冷靜 我冷靜一下 好 好 首先我想要先謝謝 謝謝焦哥帶我走上台 謝謝 我覺得可以很幸運的遇到 遇到這樣子的好搭檔好師傅 然後在我 開心的時候他為我鼓掌 然後我難過的時候他為我開導 謝謝你 然後我也要很謝謝我台上的搭檔 謝謝憲哥 謝謝漢典 跟你們錄影我真的很開心 愛你們喔 好 太帥了 我想要 黃子江 露露 黃露子怡 婚禮歌手 太厲害了 主持人與新人真誠互動 分為溫馨感人 又兼具娛樂效果 失其亮點 前期準備細緻周詳 節目性質創造主持人價值 有別於之前主持類型 令人驚豔 並充滿幸福感 六十萬的名牌包 倒手 所有我的支持時間都給露露 謝謝大家 好 冷靜冷靜 我原來拿獎是這個感覺 好 謝謝 對不起 她先解鎖一下 對 好 謝謝 好 我拿著獎 拿著獎 好 謝謝 我冷靜一下 好 首先我想要先謝謝 謝謝 謝謝焦哥帶我走上台 謝謝 我覺得可以很幸運的遇到 遇到這樣子的好搭檔 好師傅 然後在我 在我開心的時候 他為我鼓掌 然後我難過的時候 他為我開導 謝謝你 然後我也要很謝謝 我台下的搭檔 謝謝憲哥 謝謝漢典 跟你們錄影我真的很開心 愛你們喔 然後我想要說 然後我也想要謝謝 我的經紀人丹尼爾 他應該在外面哭 還要謝謝我的助理 小陳 他叫冠魚 然後 然後我要謝謝 我的老闆 現在是陳振川先生 然後我也要謝謝 在現場 我曾經的老闆在哪裡 堂哥 謝謝你 我要謝謝珍妮姐 也要謝謝 我的第一任老闆詹哥 謝謝你們 還有帶過我的經紀人阿湯小嫻 我其實想要上來拿醬 我只是想講出他們的名字 因為他們發現我 然後我一路才走到今天 謝謝 然後 對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家人 我的媽媽爸爸 妹妹 我的阿姨 我的老師 狗愛 謝謝 謝謝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粉絲 謝謝你們 然後 今年剛好是我入行第十年 然後我其實每一年坐在第一排的時候 我都覺得離台上很近 然後每次聽到得獎人說我都沒有心理準備 我其實都準備好了 總就寫好了 但是 我很開心 我夾夾實實地花了十年 從第一排走到這裡 讓我知道其實主持這份工作是非常神聖的 然後想讓大家知道的是 雖然我們在台上彈笑風聲嘻嘻哈哈 但我是用非常認真 而且嚴肅的態度去看待這份工作 主持工作是我的使命 然後在舞台上表演也是我的火花 每一次的登台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學習 謝謝大家 給我這些機會 我會繼續努力 然後帶著這樣子的職人精神 繼續在台上表演 謝謝大家 我是主持人Lulu 謝謝 我可能會有很多瓶 我早去認識很多edral 全部都run天